罷工事件 民進黨政府負非常大的責任 非常大 這個事情 因為我在美國讀航太機械 我的很多好朋友 本身就是長榮華航的機師 華航在去年的時候 特別招募了一批 一兩百位的外籍的機師 特別招募 因為他早就知道公會要罷工了 在去年就知道 也就是說華航早就知道的情況下 我們的民進黨政府會不知道嗎 當然知道 可是為什麼不來處理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現在講的 先不管到底是勞方還是資方 我講個飛鞍的問題 我先講以下我講的聽說 因為沒有飛行紀錄 他們是沒有飛行紀錄的 我們現在狀況有多危機 我們跟各位報告一下 飛鞍的問題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的 民眾也很安危 是要特別來顧慮的 飛鞍公司的機師分為四個階級 我們大家知道四槓叫做正駕駛 可以飛行 三槓叫做副駕駛也可以飛行 兩槓叫做初級副機長 他只能觀摩不能飛行 再來一槓就是二副機長 他是剛從國外受訓回來的學員 不能飛行只能觀摩 聽說現在因為鬧荒鬧得很嚴重 教官已經帶著兩槓的在飛了 不能飛的已經在飛了 已經在飛了 可是手段上有規定 說兩槓以下有教官陪同可以飛 可是跟各位報告 人手不足 有可能是有正駕駛帶著教官 在帶著兩槓飛嗎 一定不會 一定是教官直接帶著兩槓在飛 也就是說機上操控飛機的有兩個人 一個是很久沒有飛的教官 一個是從來沒有飛過的二槓 在帶領我們的航空業飛來飛去 所以現在交叉部 一定要立刻進行飛鞍檢查才對 就是華航在取消了這麼多班機 然後有一些班機 持續的在飛行的狀態 教官部現在迫切要做的事情 趕快進華航去做 沒錯 而這個東西 飛鞍檢查 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你不要把話講死 因為華航不會承認 因為他們沒有飛行紀錄 那些二槓的填的名字 都是教官的名字跟機長的名字 可是上面的人不是他們 可是你調紀錄出來的時候 你是調不到的 所以這東西我只能說我聽說 你說頒表排的是這個人 結果上飛機是另外一個人 空服員就發生過這種事 不是那個人 就是資源的 因為資源的人 不能夠寫在頒表上 感覺你是通知大家現在 我可以繼續 我飛回台 但是就是短程的比較危險 這個我只能說聽說 那我當然希望這不是真的 短程的比較危險 聽說短程比較危險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更妙的事情 長程比較安全 另外兩個 長程的比較不敢亂換 對 不敢亂換 然後再來一個外籍機師的事情 這也是個很妙的事情 我們要知道外籍機師 為什麼台灣人很選外籍機師 認為他們的專業度很夠 我們台灣的外籍機師 都是從美國 加拿大找回來的 有正的 有負的 現在很妙了 我們的華航機師是要培訓三年 也就是說 華航所有的SOP手冊非常厚 他們是要看完的 才能夠去做飛行 但是因為他這回知道 要罷工的 很趕 他找了一批很多的外籍機師 他沒有時間看完這個手冊 但是他就得上機了 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說 他發生過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外籍機師 他居然連公司基本規定的尾數 設定是多少 他回答不出來 他不曉得華航的尾數 是要怎麼設定他不知道 所設規定的SOP 問那個機師 機師也不知道 他不曉得華航規定的SOP 發生什麼事情是不一樣的 你說培訓中的已經上場的意思 對 他就直接上場 因為他沒有培訓 他時間不夠 直接上場 最好笑的是 外國的副駕駛機師 就是副機長會跟政機長講說 假設好了 我政機長開到一半 他說我要F control 我控制 我可能有事情要做 我就會把這個控制權 交給我的副駕駛 副駕駛跟他說 我依照手冊 我可以不用接你的控制權 他機長直接要回機長 所以機長就一頭霧水 那我要上車怎麼辦 沒有人來控制嗎 所以後來這個問題 私下他們討論了很久 而且有一些這個機師已經確定 再過不久就要被隔職了 所以我們現在華航的狀況 我聽說是很慘的情況 因為我聽到這種情況 我也真的不是很敢飛 雖然人家都說 現在的機師不聰明 飛機很聰明 因為60%以上都是自動駕駛 還是機器人電腦比較可靠 他說是無所謂 可是我聽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 如果我真的碰到意外的時候 誰來管我的安危 一個不會飛的 加上一個很久沒飛的 除了是那也是我自己能扛 所以我覺得 現在已經不是說 勞方跟資方的問題了 應該是政府要趕快 供權力要出來 也跟各位報告 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才跟協商公會的人員通了電話 他說他們在開這個會之前 早就已經有中間人 兩邊聯繫過 知道雙方要討論的內容 跟問題是什麼 而且協商有基本的共識 就他說真的很妙 一開完會的時候 就開始鬼打牆了 怎麼昨天講的話 怎麼今天完全不認帳 現在開始重新進入一個 歸零的狀態 所以他們不敢說 有沒有政治力介入 但是他們覺得 政府應該要出來說說話 尤其是一些派系的狀況 他們一直很希望鄭文燦市長 能夠好好出來講一句話 因為他們覺得他能夠真的對於 不管是何暖軒等等 何暖軒不是重點 你換掉 你再換個新潮流上來就好了 有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問題現在卡住是 感覺起來是民進黨派系的問題 造成這問題一直無法正常的解決 就算工會跟原來他們的華航 已經有協議了 已經有基礎的共識了 但是真的搬到檯面上的時候 一樣是一切歸零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而不要再鬥爭了 人民的安全最重要 我真的不希望華航做到 是那種很奇怪的航班 我真的不希望我們的政府 把我們人民的生命來開玩笑 所以華航機師罷工這件事情 我覺得蘇貞昌整個行政團隊處理 真的是荒腔走板 亂了套 當然除了說他沒有核心價值 就是說他不知道 到底要支持哪一方 或是到底要公開表態 還怎麼樣 他沒法做一個決定 講白了事實上就是民進黨政府 完全就是政治的考量 選票算計 而且完全漠視全體國人 相關旅客的權益 事實上這件事情在去年4月 就已經調解 調解不成 8月的時候工會會員投票 而且投票過半數 已經說明同意需要罷工 所以在這麼多 將近10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們看到整個政府 完全漠視 不處理 而且事實上在春節前夕 工會已經對外說明說 可能要醞釀罷工 希望資方華航 你坐下來跟我們談 結果我們看到 事實上你非得要 到真的罷工以後 春節現在已經罷工進入第6天 才開始一項一項 好好的跟工會來溝通 所以這行政團隊完全就是 很多算計 很多考量 完全不管民眾的相關權益 以及勞工朋友相關的權益 我想這第一點要提出來 第二個 我們在這次整個 包括三次的勞資雙方 所謂的協商 事實上交通部出面說是座談會 我覺得非常疑惑的是 勞動部的角色到底在哪裡 也就是說事實上 勞動部他才是真正應該出面 主持這樣的一個協調 真正的主管機關 第一個 因為勞動部 他的所有重大勞職業的主管機關 他對於所謂罷工相關的程序 他最了解 到底什麼時候要簽訂團體協約 什麼時候生效 什麼時候罷工可以結束 後續怎麼執行 勞動部最清楚 但是我們看到完全沒有角色 反而是交通部 交通部本身的角色 反而是衝突而且錯亂的 因為交通部他既是華航的 最大股東他是唯官股 而王國財政府次長 他是航發會的董事長 但是交通部事實上又是 整體全國航空事業的 最高主管機關 他事實上要站在一個客觀中立 工卿監事主了 對 所以會有球員間裁判 角色衝突的問題 而勞動部完全沒有任何角色 這是非常匪夷所思 所以才會造成昨天 深夜1點開始的協商 我們看到第一時間 工會出來說 今天我們如果沒有 簽訂團體協約 罷工不會停止 這是非常合乎道理 結果王國財出來講說 沒有 今天我們只是一個座談會 而且我們現場會議記錄 現場直播 只要雙方簽字 事實上就可以 但是第一個 交通部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如果沒有簽訂團體協約 罷工怎麼可以結束 第二個 這如果只是一個座談會 只是一個會議記錄 沒有任何效力 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反悔 罷工是不是可以又來進行 所以這個完全第一個 勞動部角色不見 為什麼交通部出來 我覺得這背後 一定有相關的引擎 第二個蘇貞昌的談話 連蘇貞昌都沒出來了 勞動部怎麼會出來 對 他是最高主管機關 然後所以看到背後老闆 行政院長蘇貞昌 完全沒有出面講任何一句話 在第一時間 非得要拖到罷工 已經到第五天的時候 他才出來講一些所謂白話 事實上我覺得是廢話的 有講跟沒講一樣 事實上我們看到蘇貞昌 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他對朱溫 他對所有的事情 都第一時間站出來 甚至大家印象還很深刻 當時也是交通部觀光局的 一個澎湖 好像國家公務員處的 一個處長久後鬧事 他也拍了一個影片 而且最近的事情發表看法 結果這麼重大 台灣有史以來 第一次機師這麼大的罷工事件 他第一時間沒有講任何一句話 他的機器設定不同 所以施政議題有輕重緩急 優先順序 結果完全比重失衡 這件事情這麼重大 你卻沒有發表任何重要的 台灣在第一時間 第三個事情 我覺得就這件事情 華王基斯罷工 我們應該要事後來 從制度面來看 怎麼樣就由這件事情 在未來台灣如果再次面臨到 這樣重大的勞資爭議 怎麼樣降低 對於廣大民眾一般權益 以及生活造成不變的衝擊跟影響 把這降到最低 以及對於勞工工會 他相關的權益 怎麼樣更強化他的保障 以及第三個 對於雇主相關企業主來講 你應該重新思考 在我經營企業的時候 是不是唯一都要成本考量 反而是應該你要重新的思考 是不是要有創新的思維 要不斷的獲利 永續的經營 正向的循環 我吸引人才 給予其實好的待遇 讓他們不要過勞 讓人才進來正向的循環 才能永續經營 我想這個是要思考的 最後回應沈大老 他說對這件事 有回答他的問題了嗎 在這件事情上面 罷工都已經發生了 你現在要站在機師這邊 還是花航那邊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在第一時間 因為旅客受到影響 大家在檢討說 為什麼選在春節 這麼重要的時刻罷工 然後民進黨立委 開始跳出來說 那是不是未來 我們要立法增定預告期 就這件事情來講 我認為完全模糊焦點 我個人的現階段 我認為我持保留態度 為什麼 第一個 所謂的預告期 大家說國外有相關的立法 可是事實上 我做了相關研究 包括英國 德國 香港 事實上他們沒有預告期 有預告期的 包括法國 義大利 愛爾蘭 事實上 他們雖然有預告期 但是他們進行 罷工申請的程序 沒有像台灣一樣 這麼樣的繁瑣跟複雜 台灣的罷工程序 我跟各位講 要經過過五關 斬六將 第一個 你要先給我調解 調解不成在公會會員投票 必須要吳濟民直接 而且過半數會員投票 投票通過以後 而且還要看你的行業別 如果你是屬於特殊行業 譬如說自來水 燃氣 醫院等等 你必須要簽訂一個 必要服務條款 也就是說必須跟自方約定說 即使我行駛罷工 我要一定比一個會員 要繼續提供勞務 避免譬如說醫院 自來水 燃氣這些完全停頓 所以有嚴格的限制 這跟國外的做法不一樣 國外他是沒有 譬如說沒有強制調解 或是說沒有公會投票等等 他才會有預告期 台灣事實上進行下來 都要將近數十個月 包括這一次我們看到 去年四月調解就不成了 然後八月會員投票就通過 所以事實上 就已經有預告的效果 今天如果你還要立法 加入預告期等於是扼殺了 勞工行使罷工的權利 我認為在現行法制下 不應該由政府的力量 會用立法來強制將預告期入法 這樣的話 反而對勞工行使合法 正當的權利是一種傷害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回歸到制度面來講 就很清楚 對的事情就要堅持 所以這個立場我非常堅定 發生的力量 一些絕對的力量 為了說有的在房子 電話以後 放在2個月 電話以後 用心傷害 電話以後 電話以後 感谢观看